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美輿論大戰可以說是一發不可收拾 最近這個新華社 又試在Twitter上發表一些挑釁性的言論 是針對特朗普本人的 那條的貼文是這樣寫的 美國的參議員都懂得去拋售股票 特朗普總統似乎對嚴重性一無所知 總統應該比參議員了解更多才是 究竟特朗普在處裝作 或是股票庫存過多無法拋售呢? Hashtag才重要 寫著Trumpademic 即是說特朗普大流行 這些顯示用字很明顯的目的就是 要為了挑動特朗普的情緒 所以才用上這種小學雞形式的言語挑釁 肆無忌憚地激起美方的怒火 除了新華社以外 原來外交部的發言人華春瑩 又在Twitter上發表偉論 大家應該都留意得到 這班傢伙很流行去Twitter用英文發言 很明顯他們這些發言 目標對象就不是中國那班小粉紅 而是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 當美國政府和那些政要對於這些挑釁性言論有所反應的時候 中國當然就會拿回這些反應 放回中國黨國機器控制的媒體上大肆圈掩 到底華春瑩說些甚麼呢 他就說了 自從1月3日開始 中國已經將實際情況一直向美國通報 現在竟然要責怪中國言辭 是不是認真的 他這番偉論馬上遭到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 Morgan Ortegas的反駁 到底人家怎麼說呢 他就說 在1月3日的時候 中國當局已經下令要將樣本銷毀 而且將李文亮醫生禁聲 並且在網上審查公眾對於事件的關注 這個批評實在是非常精準 事實歸事實 不輪到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來禮橫折曲 在今天的白宮法報會上 有一位記者就是激怒了特朗普總統 到底這位是何許人呢 原來他就是NBC的記者阿力山大 他就向特朗普提出了一個問題 他就說 現時在美國來討論 幾百萬人都感到害怕 到底你有甚麼想跟他們說呢 現在全世界都在看著你了 特朗普馬上就駁斥他了 就說這個人是個 terrible reporter 即是說你是一個非常恐怖的記者 而且你提出的問題 就是nasty question 即是說康莊的問題 討厭的問題 你在這裏給美國人民傳遞一個非常之壞的信號 他們需要的是答案和希望 而你呢 就響署眾取寵 他原句就說 You are doing sensationalism 好了 接著特朗普總統還說到 讓我告訴你 你這個是非常之差的報道 你應該好好地做報道 而不是搞压眾取寵 我們看看我們說的有沒有用 有可能有用 也有可能沒有用 我在很多事上都是對的 請你拭目以待 其實很難怪 特朗普總統有勇氣和自信 說出這番說話 為甚麼呢 因為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有五成半的美國人對於特朗普的危機處理 是感到滿意的 不認同他的只有四成三 但是在上個星期 就只有四成三認同 但是五成四是不認同的 很明顯民意是開始逆轉當中 去到記者會的後段 特朗普總統就說了這番說話 他說 我很尊重習近平主席 他是我的朋友 我知道習主席很熱愛中國 他很尊重美國 我也非常尊重中國 也尊重習主席 他每次說習近平是他朋友的時候 其實都是釋出一些信號 隨之而來 當然會有一些美國的反制措施 我相信這次也不例外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中國的外交部 目前搖身一變 成為了對外宣傳部 這個實情不是偶然 而是中國鷹派集體領導下的歷史必然 中國外交部現在主力做兩件事 第一 就是猛推銷美國源頭論 上至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下至其他魚毛蝦蟹 紛紛走出來拆老是沙包 就猛講這個論調 實情他們想試一件事 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在世界範圍之內 將這種論調成為主要基調 然後將責任可以射給美國 第二件事就是 他們駐外機構的市領人員 不斷高調反擊那些肯說真話的外國政要 凡是哪些人走出來 在媒體上批評中國政府 肯定就會遭到這些 中國外交部駐外機構的人員 走出來猛烈評擊 這個顯然就是超越了 一般外交部的職能 世界各國的外交部駐外機構 都不會就當地人 來批評本國政府 來作出批評 我真的聞所未聞 可能我孤陋寡聞 至少在香港沒有這種情況出現 而在較早的時候 中國政府利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 作為借口 來作出兩輪驅逐美國記者的行為 那篇報道實情也是很無謂 標題寫著 中國是亞洲病夫 只不過是要I caption 那你借一些椅子 就借傷成毒 就要趕別人的記者走 這些行為比起老毛時代更加激烈 當年也沒有說要趕記者走 現在這個時代就做得出了 綜合上述的總總因素 我就作出了兩個研判 第一就是 首階段的貿易協議規定了 中國政府需要在兩年之內 購買兩千億美元的貨品 但是我的研判就是 中國很大機會是會走數的 走數的意思就是 分額上會嚴重不達標 當時很明顯 他簽這個貿易協議 只不過是援兵之計 來換取美國 即是降低關稅 現在你看見中國政府 都沒有什麼意欲 來完成這兩千億美元的目標 只不過 當特朗普總統 在尋求連任成功以後 我相信他就會基於首階段貿易協議的文本 向中國追溯 至於第二階段的貿易協議 我就不太樂觀了 因為連第一階段都執行到這樣的模樣 到底第二階段能不能達成什麼共識 需要多少年的時間 真是成為一個移民 故此有些人經常寄望 在第二階段的貿易協議當中 美國會將香港的民主化 納入這個條件之一 我想這真是遙遙無期 所以不能夠完全把所有的希望 擺在一件事身上 我們自身也要做些事情 好了 第二個研判就是什麼 就是 大家看到中國政府 其實很明顯在正在挑動外部矛盾 來緩和和延遲內部矛盾爆爆時機 實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日本也是在做相同行為 最終的結果是怎樣 大家就有目共睹了 中國其實就是走日本當年的軌跡 中國現在的經濟就放緩了 所以內部矛盾的張力就會越來越大 為了轉移國內的視線 你現在很明顯看到外交部 就是在做這件事 就不斷來借挑釁美國 來激起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 那些人就會把精力放在美國身上 玩來玩去都是這些招數 萬變不離其中 實情中國政府都有它自身優勢 就是憑著它那部黨國機器 對人民生活各方面和全方位的滲透 控制媒體 控制人民思想和輿論導向 控制所有生產資料的分配 它唯一最優勢就是這些地方 但是你對比起美國的生產力 對比起美國的天然資源 實情你有多大的優勢就成為疑問了 所以千萬不要 鷹派主導就是民族主義上頭 經常以為可以稱霸世界 這些只是在做夢 今天是星期六 最後有些呼籲要和大家說一下 立法會的醫學界議員陳佩妍醫生說到 市民應該要再忍一忍 減少罪餐 守好防控工作的下半場 保住條命留得青山寨 翌日出來再吃 而他就說到 香港人近這兩個星期的確稍有鬆懈 原因是和市民集以為常有關 可能看見新聞的數字已經盲目了少少 或者困了太久在家裡 所以就變了經常外出 隨著外地輸入的個案近日急增 他就認為下一波的風險已經出現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另外來自杏林覺醒的黃任康醫生 有些呼籲 他說求大家能不能夠不要再聚餐 不要去旅行 不要抱老懶 希望大家聽到他們的呼籲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